好 還有來看到今天東北季風持續的影響 北部還有東北部整天是比較溼涼的 宜蘭的清水地熱吸引不少遊客前往 這張鼠預估下週還會有一波東北季風報導 再加上了華南運雨區帶來的水氣高山地區 有望迎接今年入冬以來的第一波初雪 雖然說最近東北季風是一波接著一波報導 但是呢 這個冷空氣的強度都還不夠強 有中醫師就提醒了 民眾進捕時 適量就好 為之地熱 民眾竹起玉米 隨著陣陣熱氣往上竄 身體也跟著暖起來 冷冷的吃這個熱熱的 還滿好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週六伊蘭地區又濕又涼 清水地熱成了最佳去處 氣象鼠預估下週 高山地區還有望迎來 今年入冬第一波初雪 在週一的前後這一段時間呢 如果水氣跟溫度配合的話 也不排除在3500公尺的高山降雪的機會 那如果溫度配合的還不錯的話 也有可能在3000公尺的高山也有下雪的機會 預估3號東北季風會先減弱 4號華南雲雨區東移降雨範圍會再度擴大 溫度方面北部低溫16度 中南部低溫18到19度 下週二 週三東北季風增強 全台各地低溫都在20度以下 下週四東北季風再加上輻射冷卻 清晨還是偏涼 不過這幾波冷空氣還不夠強 因此有中醫提醒民眾進補適量就好 部分族群建議不要使用 補典的這種方式來講 他們都是抓大概10度左右 這個時候天氣比真的身體比較感覺到 比較冷的狀況下才會開始進補 其實都可以來進補了沒有錯 但是我們當然是不會鼓勵說 每天都來吃 因為流感季節本身很多民眾 其實都已經有感冒症狀 中醫有感冒外血來講 本來就不適合去做進補 另外醫師提醒如果有皮膚問題的患者 建議少吃溫熱食材以防症狀加劇 另外還有痛風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也最好避免高熱量飲食 如有疑慮可以諮詢中醫師 以免補過頭反傷身 記者 次號報導